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水扁如何被争取保外就医大做文章 他现在已经尿失尽了 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那些尿都已经杀出来了 妄图平反 痴人说梦 贬系人马希望如何为陈水扁 洗脱罪行 陈水扁如何精心策划 出遇大戏 不断掀起风波 天涯共刺时为您讲述 陈水扁出遇风波 2015年的1月5号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 保外就医的申请获准 在当天出遇回家 暂时结束了他的牢狱生涯 那么在监狱当中的这6年 他到底如何不断地掀起风波 最终成功地为自己 争取到保外就医的资格呢 今天我们就一同来回顾其中的故事 2008年11月12日晨 曾经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 因贪污案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这天距离陈水扁卸任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当天上午在严密的看护下 陈水扁被送进台北看守所 正式入狱服刑 依照规定陈水扁进入台北监狱当天 监狱方面首先对他进行了脱衣减身 原来的招牌西装头 被理成了三公分的短瓶头 最后还换穿了预方提供的冬季铁灰色球服 当天的台北看守所外异常冷清 进入牢房之后的陈水扁 一天都没有吃饭 而是倒头就睡 巨大的心理落差 也只有曾经从高位跌落谷底的人 才能感同身受 当年呼风唤雨 而当他入肩的时候 他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陈水扁是曾经高高在上的权利人物 当他失去了所有的权利 进到了黑牢 在这么狭窄的空间 还有一位寓友 跟他一起关在一起 对他来说四个字形容 情何以堪 这对他来讲 这就是个最大的侮辱 而且他对于他的未来 他是完全不能确定的 他不知道他还有没有东山在一起的机会 他也不知道他民进党里面的同志 会怎么样来对待他 他更不知道已经执政了国民党 将来还会查出他多少的东西 尤其是陈水扁把那么多的贪污来的款项 放在了国外 那今天陈水扁当然会担心 如果这些钱一一的被执政的国民党 给查出来的话 他出狱不是一无所有吗 再加上他的监狱的刑期 几个贪污案加起来 可能要做到老死为止 陈水扁当时的内心事件 一定是焦虑慌乱 郎当入狱 突然失去人身自由的陈水扁 一时还有些不习惯 想起当年因为彭来导案 自己也曾经入狱八个月 可是当时自己还年轻 还被视为反抗专制统治的英雄 可是如今已经六十多岁 审犯数案 是万夫所指的贪污犯 忽然面对陌生的牢狱生活 焦虑慌乱一起袭来 让躺在床上的陈水扁 难以入睡 可是叱咤政坛数十年 曾经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陈水扁很清楚 于是在这个时候 于是要保持镇定 此时的陈水扁 心心念念的就是 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 避免老死于众 从最高领导人到阶下囚 肯定这种心理的落塌是巨大的 而且他自己那个时候是不甘心来服这个刑期的 是不是这样 这样子 刚刚邱教授特别提到了 对他来讲情何以堪 那我也必须要说 对于台湾人民讲起来 情何以堪 他说他进的建立是很羞辱的感觉 就对于我们人民讲起来 那我们是蒙上多大的羞辱 过去出门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军队 敬礼 你看 到哪里的时候 他们欢呼声音 当进到了建立里面以后 陈水扁三个字不见了 就一个代码 你从此你的生活 是在监视际下过日子的 入狱后的陈水扁 仿佛成了过街老鼠 很多人都纷纷和他划清界限 包括他曾经的政治伙伴 从天堂跌落谷底的陈水扁 当然不敢于从此就被世人遗忘 孤独地在狱中度过余生 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陈水扁 困受游斗 表面貌似平静 实则内心不断盘算 果然没过多久 陈水扁的家人 开始在监狱外 做出了各种动作 首先陈水扁的儿子 开始大肆在监狱外 大造舆论 说父亲在狱中面对的事 无法忍受的艰苦条件 他的儿子不断地在对外放话 说我父亲住的条件如何如何 这个艰难 面积小 睡不了觉 包括连什么站的地方 活动的地方都没有 是那样的吗 我拿他跟我来做比较好的 我被陈水扁关到黑牢 我住的地方只有三平米 住两个人 也就是我跟我的育友 必须要贴着睡 没有床 只有地板 而且地板有很多的裂缝 晚上从裂缝里面 就会爬出了许多的尘满来咬你 一定是咬出整个背上 整个腿都是皮肤病 这是必然的 然后呢 整个监狱里面 只有放两次水 一次是在上午的七点钟 让你刷牙系列 放二十分钟 一次在下午的三点半 我被关在高雄 摄氏四十度的高温 关在监狱中 一身都是汗 就是惹得所有的臭虫 跳蚤来咬你 可是陈水扁不是啊 他的牢房 差不多是我的三倍 一开始 后来更大了 好 第二个 他还讲到 他装水啊 有大盆子 小盆子 大桶 小桶 放不完 桶子还没地方放 对我们来讲 只有一桶水 每天只有一桶水 这一桶水 洗脸 刷牙 洗澡 洗碗 另外抽水马桶 也是用这桶水啊 陈水扁 竟然可以讲到 大桶 小桶 桶子没地方放 我看的都流口水 都羡慕得不得了 好 再者 我们一定要出去做工 我们进去以后 我两个礼拜 陈水扁才批准 让我可以会见我的亲人 陈水扁不是啊 他被关进去第二天 他就给会客 他就给出去 出去还不要跟别的寓友在一块 他可以一个人 有管理员跟在旁边 再者 在监狱中 为什么叫蹲苦劳 因为在监狱中管理员少 囚犯多 所以为了方便管理 我们无时无刻都要蹲着 我们也没有名字 我们只有号码 或许跟以往的所谓管理 卸任后自家的豪宅相比 陈水扁在狱中的生活 是困难了很多 但是和其他入狱的服刑人员不同 陈水扁每天都有专门的管理员 进行管理 甚至随时随地 都可以单独到篮球场放风 独自在场内走上好几圈 可是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却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 住亲在狱中 甚至连活动的时间和地方都没有 陈水扁在狱中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呢 这让一时关注 陈水扁案件的人都好奇不已 那狱中啊 是不是像他儿子所说的那样 连活动的时间地方都没有 这些都是 都是陈志忠的骗人的把戏 他出来活动 还不去跟其他的狱友混在一块 你知道监狱中的人非常的复杂 我们每次关在监狱中 要出来活动的时候啊 像我们这种名人都会有所顾忌 为什么呢 例如在篮球场 那一定会有很多黑道人物 他觉得我们是肥羊啊 他们就触涌在我们旁边 然后呢 趁机会跟你邀东西 那你就必须同意他 叫你的家人 送东西给他指定的人 可是陈水扁没有这个顾虑 他出来都是一个人 后面两个管理员跟着他 他要在篮球场活动也可以 在花园活动也可以 甚至在监狱中 他还可以在监狱的四周围 自由的活动 所以他比所有的受刑人 都要来得更自由 比所有的受刑人 有更多的活动的机会跟空间 自从陈水扁入狱 他在监狱中的一举一动 台湾媒体都很感兴趣 一直跟踪拍摄 陈水扁动向的台湾媒体 曾经多次拍到 陈水扁在狱中放风的照片 镜头中的陈水扁 悠显得像一般沉练的人一样 做着各种锻炼动作 甚至还向记者的镜头 招手致意 尽管陈水扁已经受到如此优待 他的家人还是不满意 开始在公开场合放话 说陈水扁的身体 因为不堪忍受艰苦的牢狱生活 而变得越来越差 那么为什么已经有这样 如此优厚的待遇 他的子女还是不断地放话 说你看这么为难我的父亲 导致这种牢狱生活 让我的父亲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糟糕 进到监狱的身体会 一天比一天好的 叫做异常 进到监狱以后 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差的 这叫正常 你当过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你拥有最高的潜力 你今天你的儿子出来叫 说我的父亲在里面 是怎么样的苦 怎么样的悲情 等等等等 当你很多很多控诉的时候 那你八年是在干啥的 今天你的父亲进气了 所以这个环境是没人道的 那过去你们八年 给人家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就是这一家人最大的特点 可以内带尽所有的人 就不能内带我 陈水扁的家人在监狱外 大造声势 大打悲情牌 此时在狱中的陈水扁也不老实 他开始想方设法 为寻求出狱 上演悲情戏 一方面他配合家人 装出自己身体越来越差的样子 赚取死忠支持者的眼泪 另一方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他在狱中的行为越来越过激 开始绝食 甚至多次自杀 这让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马英九也颇为紧张 当时陈水扁在狱中 他都有些什么样过激的这种行为 陈水扁在狱中装病 绝食 拒绝与人同访 然后再透过每天来给他会客的 一些民进党的人员 跟所谓的绿营人士 还有陈志忠等人 对外放话 那另外 他让他的妻子吴淑珍来看他 制造一个夫妻之间黑牢相会 牛衣对气的那一种悲情效果 也不断地透过会客的人 散播消息 那么来表达说 他在监狱中苦不堪言 最后看看反应不佳 干脆就来一招绝食 那陈水扁因为绝食 当然马英九政府紧张 万一陈水扁死在狱中 这个政治责任他叫悲 所以陈水扁因为绝食 所以就可以送到院外 监狱外面去送检 可是陈水扁的绝食 据我监狱中的朋友来说 他是偷偷有吃东西的 因为绝食非常非常的苦 所以陈水扁有偷吃巧克力 那偷吃巧克力补充热量 它才可以维持一个绝食的 一个能量 由于台湾社会存在复杂的 省级矛盾和蓝绿对立 曾经位居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 是本省级政治人物的代表 如果他因为任何原因死在狱中 必将引发激烈的政治对立 和社会争议 处在这样的压力下 马英九对陈水扁的问题 也十分关注 稍有风吹草动 他都必须想办法来应对 确保在监狱中的陈水扁 过得安全 事实上 在狱中的陈水扁 更是懂得利用这些 在他的各种行为上 都烙成了他对外界极度渴望的烙印 这种渴望是每天沐浴在阳光上的人 所不能理解的 所有被关在监狱中的人 最想要干嘛 我记得我被关在里面的时候 我第一次走出我关的那个黑牢 出来见到阳光的时候 闻到空气的时候 我都可以告诉商臣 那个空气是甜的 你很难想象 我们竟然可以闻出 空气的味道是甜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陈水扁多么渴望 能够走出那个陡市 能够见到外面的阳光 能够呼吸到外面的空气 2012年 陈水扁的岳母因病去世 在台北监狱服刑的陈水扁 终于抓到天赐良机 可以暂时离开监狱 回到公众的视线中 从台北监狱出发 在监狱人员的看管之下 陈水扁来到台南 在岳母的灵堂前上香祭拜 这天陈水扁精心打扮 穿着一身校服 从灵堂外跪爬三十多米 三寇九拜进入岳母的灵堂 并念了长达二十多分钟的 记文追悼岳母 表现出了对自己岳母的 极大的孝心 他喜欢看到 所谓的万人拥戴的样子 所以陈水扁到了灵堂 他是做了表演的 他到了灵堂 他就爬着进去了 那个爬的动作 当然在台湾的中南部 确实有家人过世 我进了灵堂 我是爬着进去的 我父亲过世 我母亲过世 我也爬着进去 可是陈水扁 真的对他的岳母 有这么大的情感吗 陈水扁那个过程里面 我看得出来 非常强烈的表演的痕迹 而那个表演 事实上已经显示 陈水扁在玉宋的装病 装死 装可怜 都是一种政治表演 但是各位必须要 把这个固定的旗子 跟他的角色搭配起来 来看的时候 才能够创造出一定的政治效果 我相信假若他 这一个谁 他的这个岳母气势 往生气势的时候 他还是领导人 会不会爬 我可以跟你讲 保证不会 可是呢 在那个时候里 他势必就必须要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 赢得的同情 赢得的那个心理上的感受 就是他要的那一份氛围 为岳母奔丧当天的陈水扁 匍匐进入灵堂 行动没有任何问题 在念纪文时 声音哀伤 但十分洪亮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自从这次奔丧后 再回到监狱 陈水扁就疾病缠身 屡次被传身体不适 甚至有罹患大肠癌的风险 并通过他自己和家人提出 希望外出就医检查身体 海北监狱方面 时刻严密关注 陈水扁安危 他们很快请来专门的医师 入肩检查 多次对陈水扁的身体情况 做出评估后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准备安排陈水扁到外面 接受更为全面的检查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有进行两次的 全身健康检查 您听过吗 这监狱中的人 可以全身检检 一次就在亚冬医院 一次就在容民总院 为什么需要检检 因为他家人提示要求 他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怎么办 他有什么病 那检查这个 所以最后 为了避免困针 就干脆帮他做全身检检 当天 陈水扁从监狱出发 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医院 当天的陈水扁 精神看起来十分差劲 可是通过检查 他的身体并无大碍 可是对于医院方面 给出的检查结果 陈水扁和他的家人 似乎并不满意 坚决要求重新进行检查 并对医院的检查结果 提出很大的质疑 可是事实上 从陈水扁当天出狱 到进医院检查的过程中 他已经享受到了其他犯人 难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那么后来检查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检查过程其实不严重 根本没有所谓的癌症的问题 在监狱里面 对于所谓的受刑人 如果生病 他有几个规定的 第一个 直接在监狱中看御医 但御医的看法呢 非常的粗糙 你来了 他给你治世的药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申请到监狱附近的 地区的医院去就诊 但是出去的时候 必须戴上手铐 脚疗 借护就医 必须借护就医 陈水扁在过程里面 其实他享受的特权太多了 他借护就医的时候 除了戴手铐 脚疗 由借护人员 管理人员 跟着你以外 家人是不能靠近你的 可是陈水扁可以 而且陈水扁还可以指定医生 他要给哪一个医生看 哪一个受刑人 可以享受像陈水扁 这样的礼遇跟待遇呢 那第三个 如果更严重一点 他可以把你送到 像是农种 农民种医院 像是这些台大医院 这些大型的医院 中科医院 医学中心来看诊 好 那如果更严重一点 他把你送到 所谓的病医 就专门收容病人的 特殊的监狱 那就陈水扁后来住的 如何既让陈水扁 继续在狱中服刑 又能让他及时得到医治 关押陈水扁的地方 不能太不人道 又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这个地方还不能距离台北太远 交通必须便利 因为陈水扁还得不时到台北 接受法院审讯 每次都要沿途介护 以防他脱逃或求车被劫 这种种因素 让台湾法务部门 真是伤透脑筋 经过反复考量 陈水扁最终被诉 在陈水扁保外就医 离开监设后 他后来生活的台中 八百平方的豪华建设首次曝光 编号101的房间 就是陈水扁在台中监狱 住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房间 三十多平米的房间 挑高三米八 中间摆着单人床 有提供热水的独立卫浴 还有专属的书桌书柜 比起一般犯人的房间 用豪华这个词行为 毫不为过 陈水扁的表演 再加上在监狱外面 他的家人 有家的儿子 再加上民进党的人的炒作 就塑造了一个 陈水扁越来越特权 越来越好的监禁的环境 所以到后来 才能移到台中的并肩 到了台中的并肩 他有床了 有书桌了 有花园了 那个空间已经比一般的豪宅 还要来得更大了 基本是度假了 还有七到十个特别的堪负 在照顾他的生活 可是他仍然不为满足 他还是要争取 有一天能够走出监狱 能够回到他高雄的豪宅 共享天伦 所以最后 他的一步一步的操作 是达到他的目的了 在台中监狱的日子里 陈水扁身边有两名介护人员 和六到八名看护 轮班照顾他 还安排了特别的医疗团队 对他的身体随时检查 据统计 在监狱中照顾陈水扁的这些人 每个月所发放的工资 大概就在人民币七万元左右 在他居住的庭院中 陈水扁可以散步 养鱼 种菜 时间和地点 都由他自行决定 在这一年零八个月中 陈水扁在夏日 就可以和夏人见面 可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有看护人员和特别的医疗团队 陈水扁的病情 似乎没有任何好转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到了监狱医院的时候 那不一样 我刚才讲过 有发炎的 有会客室的 有病床的 有书房的等等 因此所有去会见他 都可以跟他直接面对面 这个时候 陈水扁的表演机会来了 按照每个人出来讲的 他现在已经尿失禁了 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那个尿都已经洒出来了 他来回来跟你讲 他说哎呀 我进去了 他既然不认识我了 还要我跟他提醒到那边 他才记得我是谁 然后他回来又有人讲 说气的时候跟他讲话 讲到这边 他就恍神 这个在一般监狱会见的时候 不会传出来的 因为你没有那个机会去接触 也没有那个时间的 长时间的接触 可是在医院里面 这个监狱医院里面 有了这些机会 所以这一些的点点滴滴 他已经处于生命危险的边缘 就是透过这些 一次一次一次的传达 传达到把马政府都吓坏了 吓到这样子 不把他放出去 那真的死在意中 那我怎么办 在台中监狱的日子里 陈水扁合计接舰 攻击461次 这对于普通犯人来讲 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待遇 也正是这一次又一次 可以面对面的接舰 让陈水扁把自己病入膏肓 精神接近崩溃的信息 向外界传递出去 2013年1月30日 台湾媒体曝光了一段 陈水扁的视频 正式为陈水扁的保外就医 奠定了基础 在这段视频中 在监狱中 接受医疗团队检查的陈水扁 和之前判若两人 看起来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经过医生诊断 陈水扁得了帕金森综合症 在这之后 陈水扁不断被曝光 健康每况愈下 甚至有媒体报道称 陈水扁得了脑萎缩 算一百减七 都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成了废人 这个视频究竟是如何 到了媒体手中 最终成为陈水扁 保外就医的关键证据呢 当陈水扁不断地操作 有系统的操作 有组织的操作 终于刺激到台湾的监察部门 主动调查 有个监察委员 叫做黄黄雄 这个人 对 这个人 虽然是绿营的 可是他的社会声望 社会形象还算不错 他就组织了一个 对陈水扁欲中 人权的健康的一个调查团 而在调查团里面呢 他拍了陈水扁走路的画面 陈水扁没有办法走直线 走路歪歪倒倒 歪歪倒倒的 然后照讲 监察委员调查的结果 是不能把这个录音带 供诸于社会的 可是黄黄雄 把这个录音带交给了媒体 让媒体播放 于是台湾所有的人 透过了媒体 看到了 监察部门的委员 去调查陈水扁 该有公信力 调查的结果 陈水扁人走路都走不稳 那陈水扁病得很重 该放出来了 这是一个高潮 第二 长期以来 一直帮陈水扁说话 认为陈水扁病得很严重 认为陈水扁要把外就医 认为陈水扁要特色 认为陈水扁要放出来的 柯文哲 在九和一选战 选上了台北市场 而柯文哲选上 之后也频频地到高雄 去看陈水扁 这很明显的 柯文哲是陈水扁的分身 他是陈水扁的代表 柯文哲的胜利 对陈水扁来说 也是他的胜利 所以柯文哲当选的台北市场 而且成为台湾 新一代的政治明星 以及监察院黄黄雄委员的调查 都给陈水扁把外就医 制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这个视频已经公布 就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 停扁呼声在台湾岛内再次响起 这些支持陈水扁的人 很快站出来 要求将陈水扁释放 保外就医 很快 在陈水扁和民进党的要求下 他们重新组织了一个新的医疗团队 取代了之前的医疗团队 来为陈水扁的健康状况 做出新的评估 在这个医疗团队中 大部分人都给陈水扁关系交好 在他们的操纵下 陈水扁的病情似乎越来越严重 这个医疗团队里面 都是类似像柯文哲 类似像柯文哲这些 跟陈水扁的关系特别好的 当他们出来以后 就对外宣称 以医生 以医疗专业的角度 对外说陈水扁好严重 他的忧郁症已经造成精神的失常 他的手会颤抖 走路走不稳 而且有癌症的迹象 他种种的叙述 无非要制造一个氛围 陈水扁若不赶快放出来 他就会死在监狱中 而这样的一个医疗团队 我们可以在不久前 刚完成的大选里面 我们见到这些很多的 当年的医疗团队 都跃上政治舞台 都成为整个绿营里面 选举的要求 陈水扁高超的演技 和背景特殊的医疗团队的 检查结果 得到了停扁人士的支持 而那些曾经的政治伙伴 也开始在这个时候 跳了出来 在2014年台湾地区的 县市党选举中 民进党一举拿下13个席位 趁此机会 他们向马英九当局提出 让陈水扁离开监狱 保外就医 直到这个时候 从一开始入狱 表明自己在狱中 受到不公平待遇 到出狱为岳母奔丧 不放过任何一个 抛头露面的机会 再到狱中绝食自杀 展示出身体和精神状况 每况愈下 陈水扁的步步紧逼 开始开花结果 当然是 2014年台湾九合一选战 大家只看到 国民党输了 输了很惨 连台北市都丢了 它造成的2016年 国民党大选也输了 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 2014年九合一大选输了 创造了一个陈水扁 可以保外就医的 最好的机会 也就是九合一选战输了以后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多了 这十几个县市场 集合起来 再加一个台北市的 柯文哲 以医生的身份 长期帮陈水扁 来说相 来提到陈水扁的身体 必须要保外就医 所以就制造了一个 客观的环境 而随着国民党的支持度 越来越低 选举的结果越来越差 这样的声音 就越来越强烈 所以在前年的九合一选战 国民党惨败之后 陈水扁的布局 就完全开花结果了 所以陈水扁就顺利地 保外就医了 国民党九合一选战 败选之后 支持率不断下降 这样一来 势必对国民党 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民进党的候选人 蔡英文来说 她想要取得执政权 登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置 就必须对两岸政策 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 否则她就将重蹈覆辙 像2012年一样 输在最后一里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陈水扁可以说是台湾的 深绿王牌 台独教主 放出陈水扁 对民进党和蔡英文来说 将会是一个巨大牵制力量 在这个时候 陈水扁的副手吕秀莲 也跳了出来 甚至以绝食 来要求马英九当局 释放陈水扁 保外就义 圣诞节平安夜以前 你一定要放人 有什么理由不跟你计较 如果没有的话 我宣布我开始绝食 其实吕秀莲 据我所了解 她已经得到消息了 陈水扁即将可以保外就医 吕秀莲在台湾 其实已经过气了 她时时刻刻 在想要有个造势的机会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既然陈水扁马上要被放了 如果在陈水扁被放了前几天 来绝食一下 塑造一个陈水扁之所以保外就医 就是我吕秀莲 绝食所造成的效果 那吕秀莲不就可以依靠陈水扁 重新登上台湾政治舞台的中心吗 吕秀莲也是个精于计算的 有头脑的政治动物 所以当时的吕秀莲的绝食 吕秀莲的旧陈水扁 虽然她事后不承认 她有任何的图谋 但是据我所了解 她背后是隐藏着精心的政治算计 但是我必须再补充一句的时候 李秀莲的这一次的精心算计 事实上在台湾的政坛 引不起任何的涟漪 在陈水扁的精心布局 和各方舆论推动下 2015年1月5日 服刑超过6年 陈水扁终于等到出狱这一刻 她面无表情 坐在儿子推着轮椅上 前后警车护送 出动120名警力 陈水扁出狱 也依然劳民伤财 坐在车中的陈水扁 还摇下车窗 向民众挥手致意 似乎并不像她之前 在狱中表现出的并如膏肓 在车上 儿子陈志忠 用手机拍下这张照片 照片中陈水扁望向车窗外 不知道重获自由的陈水扁 此时又在盘算什么 在她头顶所戴的帽子上 还有一行字 这些字的内容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说她出狱的时候 戴了一顶帽子 那个帽子上还写了几个字 那是什么意思 她的帽子上写的叫做 扁暗示政治迫害 因为她知道她出狱 一定引起台湾媒体的正将报道 一定引起台湾人的关切 所以她在帽子上 标志上所谓的扁暗政治迫害 其实就等于提醒所谓的 民进党或绿营的支持的民众 我陈水扁的贪污入狱 不是我贪污 而是因为马英九政府 对我迫害 两个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 你们必须要清算马英九 替我陈水扁报仇 第二个 不要再叫我贪污犯了 我不是贪污犯 我是为了帮你们台独建国 所以我才入狱的 我是浴火焚身 所以她的目的两个 所以你看看 连出狱的帽子 她都会有所设计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 扁暗不是政治破坏 扁暗是国际认证的贪污犯 这个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苦心运作多年 终于得以出狱回家 陈水扁十分珍惜之来之不易的机会 可是保外就医 只是陈水扁的权宜之计 毕竟一旦病情好转 或者违反保外时的约法三章 她很可能面临的就是 继续回到狱中 服完剩下的刑器 刚刚出狱的陈水扁 病情到底会不会有所好转 她到底还会不会回到狱中 一时之间成为台湾民众 密切关注的一个话题 曾经多次探望 陈水扁的吕秀莲也证实 出狱回家后的陈水扁 依然活在无形的恐惧中 时时刻刻担心会被抓回去 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句话 她是政绩缺少的刑事犯罪 她是政治操作下的保外就医 有人讲说陈水扁会不会再进去 现在蔡英文已经又得到执政权了 会不会再进去 不会再进去了 不会再进去 好 那国民党赛赢得的政权 会不会再进去 大概也不会再进去了 所以现在大家就看着她 她只要乖乖不出那个门 不要再开那个口 社会就是阿弥陀佛了 就这样子 都认为不会再进去了 但是在台湾政坛 还会再掀起什么风浪吗 理论上来说 陈水扁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你叫陈水扁这样的政治动物 永远不沾惹政治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次大选 陈水扁都要求出来投票 你如果出来投票 就把你关回去 对 所以陈水扁没有成功 陈水扁我认为 他在关进去的可能性 没有 而他会不会在政治上 东山再起 或者以另外一个方式 来东山再起 我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 尽管陈水扁不需要 再回到狱中服刑 已是定局 可是围绕在他周围的人 仍然不断在想办法 让陈水扁能彻底摆脱 牢狱的束缚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期间 关于特赦陈水扁 又再次在台湾地区 掀起不小的风波 3月30日 多名台南市议会议员联合提案 建议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马英九在卸任之前 特赦陈水扁 一旦特赦 陈水扁就永远摆脱如今的罪名 再也不需要回到狱中 尽管周围的人一直想办法 希望帮陈水扁取得特赦这一特权 可是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 平反才是他最希望得到的 因为所谓的特赦 就是有罪才要特赦 那陈水扁知道 如果有罪 这个贪污的标签 就会永远留在他的头上 他的标签必须是被政治迫害 他是政治犯 他不是贪污犯 所以他不要特赦 但是我所了解的 陈水扁要平反 什么叫平反 把案子重新再审 那在政治的氛围下 给陈水扁一个平反的机会 使他由贪污犯 变成被政治迫害的政治犯 所以他不要特赦 他只要平反 那争取保外就医 只不过是中间的缓冲 他希望能够离开黑牢 他希望能够回到家里 因为回到家里 他就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他就感受到有温暖的阳光 有甜甜的空气 他就觉得快乐 他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他可以抱抱孙子 抱抱孙女 心有不甘的陈水扁 从被抓入狱那天开始 就无时无刻不再想着 能有一天走出监牢 甚至恢复他在台湾政坛上的能量 所以即使是在马英九 和国民党执政的八年内 陈水扁也没有消停 不断借助疾病奔丧等理由 寻求外界 特别是救星民进党的关注 并最终达到了保外就医 而且是回自己家中疗养的目的 但经于算计的陈水扁 岂能只满足于 随时都会被关回去的保外就医 随着2016年5月20日 蔡英文率民进党上台执政 他似乎又看到了被特赦的希望 于是他一方面鼓动儿子陈志忠 带领扁家的铁杆支持者 对蔡英文施压 意图撬开特赦之门 一方面开始张罗各种露脸的机会 来突破保外就医的限制 在出席蔡英文就职晚宴的要求 被拒绝后 为了到台北出席一个 独派基金会的木盆晚宴 他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来了精神 从高雄坐着轮椅 搭上高铁直奔台北 接受支持者们的膜拜 特赦陈水扁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蔡英文至今对此不做表态 他会依法办事 让陈水扁继续得到法律的制裁 还是寻思枉法 冒天下之大不为 悍然特赦这个 给民进党带来奇耻大辱的 前主席 前领导人 人们都在拭目以待